安史之乱的前半年 官军逐渐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切断了安禄山和泛阳老朝的联系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安禄山的闹剧要结束的时候 事情发生了突变 天宝石屋仔公元756年 6月初四同关官军主帅哥苏翰被逼出关寻找战机 6月初七官军在林宝西遇到了叛军 随即发生了大战 官军被俘大败 6月初九叛军攻克同关 哥苏翰投降 短短的五天战局的关键同关就这样被攻克 身在长安的李隆基在杨国中的提议下 决定逃离长安前往蜀地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中晚唐风云 我是杨丽辉 6月11 李隆基下定决心西逃 李隆基要逃离长安 必须要悄悄地走 要不然 军民一旦知道皇帝都要逃离 那长安必然会大乱 到时候想走 估计也难以走成 6月12 他装模作样地来到了秦政楼 下诏说自己要秦政安禄山 同时他又做了一项人事调动 他把当时的金兆尹 魏方进 改认为御史大夫兼直顿史 让金兆少尹吹光远 接替金兆尹 并兼任西京留守 这个安排其实已经比较明显了 就是让魏方进做逃跑的后勤官 至于吹光远 那就是个垫背的 皇帝西行 不光是皇宫里做准备 沿途地方也必须做好接待 那李隆基要怎么做 才能瞒造天下人 让地方官准备接待事宜呢 李隆基有个习惯 他喜欢给自己的皇子们 加上各种大的官衔 却不让皇子们真的去赴任 尹王李角就是这样的情况 他之前被设为了贱难截斗士 但依旧留在京城 李隆基下诏给沿途的各地官员 说李角要去蜀地赴任 让各地准备一路供需 他一把宫中的钥匙 全部交给了边领城 还抱有一线希望 希望边领城能保护好皇宫 到了天黑 李隆基召来了龙武大将军陈宣礼 让他集合六军 随时待命 李隆基为了拉拢好六军将士 还重重地赏赐了六军 这些安排好后 李隆基坐等天亮 实际上 这时候除了极少的人 大家还不知道李隆基要逃跑 六月十三 天刚蒙蒙亮 李隆基带着杨玉环姐妹 在宫里的妃子 皇子 皇孙 公主 再加上杨国忠 伟建树 魏芳晋 陈玄礼 和一些亲信宦官宫人 从严丘门悄悄地离开了皇宫 为了让最少的人知道此事 身在宫外的妃子 公主 皇孙 全部都抛弃了 一行人路过左仓库 也就是国库的时候 杨国忠请求烧掉仓库 免得落入贼手 李隆基 既然地说道 叛军来了 得不到钱财 必然会向百姓们征收 不如 把这些留给他们 还能减轻一些百姓的负担 宫外的人 丝毫没有察觉到皇帝跑了 站岗的军事 上朝的百官 还有滴滴答答的滴水声 和往日没有任何的区别 等时间到了 一开宫门 宫人乱红红的外逃 大家才知道 皇帝找不到了 顿时全城大乱 不管是王公贵族 还是平民百姓 都四处逃命 有些胆大的百姓 跑到皇宫和王公府邸 争抢财宝 甚至还放火烧了藏库 崔光远和边令城带兵 扑灭了大火 又杀了十几个人 局势才慢慢地稳定了下来 大家以为崔光远和边令城 要试试保卫长安吗 他俩可没这个觉悟 在稳定了长安的局势后 争先恐后地向安禄山示好 边令城让人把各宫殿的钥匙 直接送给了安禄山 崔光远更过分 为了表示诚意 他让自己的亲儿子去面见安禄山 其实这个时候 安禄山的军队并没有到长安 不知道他们这样做 算不算为保全千古明都做了贡献呢 李隆基这边 他们一行人一直向西 很快过了便桥 便桥是长安西门外的一座桥 是向西的必经之路 等过了桥 阳光东让人放火霸桥烧了 这样还能稍微阻挡一下追兵 李隆基知道后 说道 官民都需要避难求生 这样不是断了他们的深路吗 于是让高丽氏留下 带兵霸火扑灭后 再跟上来 李隆基派宦官王洛青 先行一步 通知沿途郡县 提前做好接驾准备 等一众人来到仙阳县的时候 到了吃饭的时间了 但却见不到接驾的人 再派人去打探才知道 咸阳县令和王洛青都逃跑了 李隆基无奈 又派了一些宦官去当地寻找吃的 他们转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一点东西 一直到了中午 李隆基还是没有吃到早饭 杨国中亲自外出 用钱买了一些胡饼 李隆基勉强地吃了一点胡饼充鸡 后来断断续续地来了不少百姓 送来了粗茶蛋饭 小麦大豆等物 皇子皇孙们饿得不行 争相用手抓找吃 一会儿就抢着吃光了 还没有吃饱 史书讲究威严大义 这段看似平静的描述下面 却有着让人细时疾恐的疑问 为啥咸阳的县令会逃跑 为啥宦官找不到吃的 却有很多百姓主动来送饭 为啥杨国中在没有受到战争波及 离长安近在咫尺的咸阳 有钱只能买到胡饼 大家把想法留在评论区 一起讨论这个现象背后的隐情 咱们接着说 李隆基兼百姓这么热情地送来了食物 白吃白喝肯定不合适 就要按价付钱 哪知道百姓们突然哭泣了起来 李隆基情绪被感染 也禁不住颜面而泣 这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名叫郭重锦的老人 走出来 都在对李隆基说道 安禄山宝藏祸心 并非一日之事 这中间也有人告发他 而陛下却常常杀掉这些人 历代先王 求访贤良一广 使听 就是这个道理 我记得 宋锦座宰相的时候 敢于直见 天下才赖以平安无事 但从那以后 朝中大臣进言的时候 只是一位阿谀奉承 取悦陛下 所以宫外的事情 陛下慢慢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而远离朝廷的臣民 早就知道了会有今日 恭敬森严 渐言无门 如果不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哪有机会能当面陈述呀 李隆基听后 叹息地说道 这都是我的过错呀 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说完 又宽慰了众人一番 让众人回去了 大家听听 这个郭重锦的话 明显不是一个普通山野百姓 能说出来的 我总觉得 他在这番话 是有人故意安排说给李隆基听的 但我又找不到证据 又过了一会儿 队伍中的厨子终于做好了饭 李隆基让随从先吃 然后自己才吃 吃完饭 继续赶路 到了半夜 一行人来到了金城县 有了先阳的经历 这一次早早的就做了准备 虽然金城县官吏们也都逃走了 但有了准备 大家还是好好的吃了一顿 当夜 众人就挤在驿馆里休息 床铺不够 众人只能相互靠着睡觉 也顾不上身份的高低贵贱了 同关之战中 侥幸逃走的王势里 一路逃回长安 发现长安城已经大乱 皇帝也找不到了 就顺着大陆向西寻来 在金城赶上了李隆基西桃的部队 李隆基召见王势里 从王势里的口中 才确切地了解了 同关失守和哥苏汉被俘的情况 他见王势里没有跟着投降叛军 跑了这么远来寻找组织 可见他有一颗赤胆忠心 就赦免了他的战败之罪 受他为拢幼和西节度使 让他立马赴任 收拢善兵再去讨伐叛军 第二天 也就是六月十四 李隆基一行人来到了马维义 将士们又累又饿 都愤怒不已 龙武大将军陈宣里 觉得这一切都是杨国中造成的 想要杀掉他 他找到东宫宦官 太子李恒的亲信李辅国 让他请太子拿注意 史书记载 李恒听了陈宣里的请求后 犹豫不决 言外之意 李恒和陈宣里 应该是提前商议了一套方案 李隆基出头的队伍中 还有一些外国的使节 吐蕃使节因为没有吃的 拦住了杨国中的码头 向他诉苦 正在这时 突然 军事中有人高喊 杨国中勾结胡人 谋反了 然后就见一支弓箭射向了杨国中 这一箭准头有点差 射在了马鞍上 杨国中大惊 连忙逃跑 一路逃到了马维义的西门 还是被军事们追上 军事们乱刀 砍死了杨国中 看着杨国中的尸体 越看越气 众人又动手 质解了他 并把他的头颅 挂在西门市中 这还不过瘾 军事们一口气又杀了杨国中的儿子 大姐韩国夫人 三姐国国夫人 有些资料 说第一个动手设计江国中的 就是张小敬 这顿使魏方晋 见军事们散杀宰相 出来喝止军事们 大骂他们毛反 军事们二话不说 把魏方晋也结果了 另一个宰相伟坚树 听到外面大乱 出来查看是什么情况 乱兵不管不顾 见又来了一个大官 拉过来就打 正在大家要动手杀他的时候 幸好他平日里形势还算不错 有军事认出了他 高喊不要杀伟相公 才让他讨劳一命 军事们杀完杨氏一家后 把驿馆包围了起来 驿馆中的李隆基 自然也听到了外面的喧哗声 询问左右出了什么事情 左右回答 说杨国中谋反了 李隆基听后 亲自出门 安抚将士们 要求将士们撤去包围 将士们听李隆基出来 说的都是不痛不痒的话 依旧不遗不饶 大声请命 陈宣礼站出来 对李隆基说 杨国中谋反 贵妃不能再侍奉陛下了 请陛下割爱 处死贵妃 李隆基对陈宣礼的无礼 愤怒至极 加上杨玉桓 可是他的心肝宝贝 哪里舍得杀他 但他也清楚 众路难为 不能当面反驳 于是开口说道 朕自当处理 说完就转头进入了医馆 此时的李隆基 内心估计如波涛汹涌一般 一夜之间 自己从高高在上 一眼九顶的圣人 变成了一个 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的小老头 心理落差 想来是很大的 他进入医馆后 阻造拐杖 占了很久 外面的士兵 并没有因为李隆基 心里不爽而退去 还是不依不饶地 要求李隆基杀了杨玉桓 伟坚书的儿子伟厄 跪着说道 众怒难为 情势危急 安危就在请客之间 请陛下诉诉决断 说完不断地叩手 头都被磕得血流不止 李隆基愤怒地说道 贵妃身居宫中 怎么会知道杨国忠谋反呢 一旁的高丽士连忙劝解道 贵妃确实无罪 但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 贵妃如果依旧侍奉陛下左右 怎么能让将士们安心呢 请陛下三思 将士们有安全感 陛下才安全呀 李隆基想了想 觉得高丽士的话 的确有道理 现在也不是应征的时候 万一军士愤怒了起来 说不定自己也会被顺手杀掉 抽搐良久 最后还是同意促使杨玉桓 让高丽士去办 杨玉桓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寒泥告别了李隆基 跟着高丽士去了 六军不发无奈何 婉转峨眉 马前死 君王掩面救不得 回看血泪 香河流 高丽士把杨玉桓带到了佛堂 用绳子赖死了他 然后把尸体拖到了庭院之中 让陈轩礼和军事们查看 陈轩礼见杨玉桓一死 带头脱掉甲咒 口头谢罪 李隆基出门安慰了将士们 让将士们各归各位 陈轩礼带的军事们三呼万岁 然后退去 杨国忠和三位夫人的家人 有趁机逃走的 也被人捉住杀掉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维义之变 马维义之变史书上只写了 表面上发生的事情 实际上李隆基刚刚离开长安 完全没有失事 却遭到六军将士的一致逼宫 没有任何人出来护驾 这其实是极不寻常的 背后一定有人暗中操纵 以利大者一的原则 我们还是能比较轻松的找到这个人 大家别急 马维义之变还有后续 到时候 大家就知道这个幕后黑手是谁了 那马维义之变 后面又发生了什么呢 咱们下一讲 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哦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会波斯抽简般的为你解读 周婉堂这段风云变幻的岁月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辉